花莲区渔会最近漫波鱼的产量从上星期就突然增加了 每天捕获的漫波鱼数量可以达到250只 这可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 预估产季结束将可以达到1万只的捞捕量 为渔民增加不少收益 哇 水啊 哇 大丰收 没错 真的是大丰收 您瞧着渔网一收上来 只有一大群漫波鱼在网子里活蹦乱跳 漫波鱼向来是花莲地区特有鱼种 主要生活在200公尺以下的深海当中 因为有洋流 流津 花莲附近海域 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漫波鱼的季节了 由于漫波鱼肉质细腻口感很好 受到很多老桃门欢迎 渔会表示今年花莲外海很温暖 所以跟去年相比 漫波鱼的产量至少增加一倍 因为最近天气回软 然后黑潮带比较靠岸 所以我们之前的漫波鱼成长是两成而已 花莲渔会现在启用了急速冷冻 并以平价收购漫波鱼 确保花莲地区全年的供应量都没问题 而今年的漫波鱼大丰收 也让渔民朋友们喝包满满 好 谢谢大家